局長 大家好 我現在想要先請市政府先回去調查一下 在這個台北市真正需要公共住宅的人數跟戶數 是真的要到4萬戶嗎 因為呢 台灣的人口都是負承載 那現在很多年輕人也不生小孩 然後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照我目前看到的是 台北市很多他們的孩子長大了 跑到中南過去上班 然後呢 他們的房子就空在這裡 然後 有很多也是房子空著 然後很便宜的租給租出去 只是他們不是為了租金 所以其實呢 在台北市存在著很多空戶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4萬戶的公共住宅 需要認真的去調查一下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以剛剛上面講的說 6.5公頃 建幣率40% 容積率400的情況下呢 應該是地面建築是8024坪 然後它的容積率蓋起來的樓地板面積應該是80246坪 那處理它的建幣率的話 它應該是10層樓 平均樓高是10層樓 那我想了解一下 現在規劃的這個公共住宅 再加上低樓層的社福用的樓地板面積 再加上公共服務的像區公所警察局 整個加起來 我想請問你們的樓地板面積總共是多少 所以你們所說的那個容積率400% 是不是只有公共住宅 那其他的社福住宅都不算在內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請說明白 那接下來就是我要跟重複的就是捷運 捷運我們希望說之前你們說都環評都沒問題 這裡是斷層不是斷層 所以可以蓋公共住宅 那我們是不是讓這個優先順序來反過來一下 讓捷運局先把捷運車站完成之後 我們再來蓋這個公共住宅 這樣你才能夠去消化公共住宅裡面的人口的交通需求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考慮的時候 應該是先把捷運蓋好了 再來蓋把人搬進來 這是然後第二 另外一點就是像剛剛那位先生講的 現在公園切割成小塊小塊的 那這個災難來的時候 你逃離的時候 該往哪邊逃 我不知道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房子是要往這邊倒還是往那邊倒 你跑到那個縫隙當中 你是有縫隙可以進去 可是搞不好就是他蓋下來的地方 倒下來的地方 所以呢 所以我還是呼應說 應該是這個四周的那個空地要夠大 所以四周的居民如果有災難來的時候 他可以往這個廣池的四周去疏散 然後裡面的人也可以往外面來疏散 所以希望規劃的時候是把這些高 不應該超過十層樓高 然後呢應該是往中心點集中 然後讓四周的 綠地都一樣的大的時候 四周的居民也可以在這裡疏散 OK 那停車位的部分 希望說你們在開發這塊的時候 不要只考慮這塊會有的 會增加的停車位 應該是範圍五百公尺內的 停車位都能夠停到這裡來 然後讓路面上不再有凌亂的機車 凌亂的汽車在停車 OK 然後另外就是請 是不是可以請求說 你們剛剛簡報的這些檔案 可以放到網站上讓我們去download 因為這個print out 只有一部分而已 OK 謝謝老師